人们会在这一天拜明月 赏花灯 拆灯迷 听说今年的香港黄大仙慈 还会举办云赏衣裳 华夏淑女汉服展示大赛 还等什么 快和我一起月夏赏美人吧 我现在已经在汉服鼓赛决赛的现场 可以看到我们准备参赛的参赛者们 现在正在座位上进行比赛前一个最后的准备 然后也让我们来采访一下 我们的小姐姐们准备的如何 然后对这次比赛有哪些的欺喜吧 今天是参加黄大仙慈的清雅族的比赛 这是唐代的那个沾花饰女图的发型 那今天这个是你自己来做的发型 是的是的 你好厉害啊 早上六点就起了 希望这个活动每年都有 汉服的同胞就可以多聚会啊 对啊 多见见面认识一下大家这样子 然后那这一次参加比赛想得到怎样的成绩 不翻车就行 得的奖都更加好 希望得弟弟 不要希望这些东西 都是希望 都是希望好 那祝你取得好成绩哦 好的好的 谢谢 就是今天看到您的这个装扮 有一种那个喉咙梦的感觉啊 梦回喉咙 就是想复刻一下王熙峰的那个形象 有学她的这个她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吗 有啊有看很多 我来晚了不曾迎接远科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 我其实就是有点模仿像古人一样 呃就是从宋代开始大家会穿这种以白色为主的上衣 因为是第一个月圆之日嘛 跟月光是比美的样子吧 一个女孩子爱美的一个心态了 等候区呢 大家都是已经穿着打扮的非常的完备 然后除了这一次有这个参赛者呢 还有陪同人员 然后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个陪同人员 感觉你很高 因为刚刚坐在那里没觉得 因为我身高其实有168 你有多高呢 我本来就187高 然后加了这个就这个头饰 然后头发 然后就变成了两米多咯 这个妆妆是我做的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她的件衣服 她其实是三件汉服拼尘的 因为我们是她这个身形 实在没有一件衣服合适她 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来做一个变装 因为看见是男生嘛 对 就真的汉服这样穿出来就第一次 然后我就觉得很美啦 然后自己像杨贵妃嘛 那么我们的汉服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快和我一起来欣赏比赛吧 本次华服大赛要求参赛者 虚身穿古代汉民族服饰 朝代不限 比赛分为18至25岁青雅组 以及26至50岁的风雅组 每组各有15人进入本次决赛 评审会根据整体形象 舞台表现 朝代形制等准则打分 两组分别设立冠亚季军各一名 以及最具创意奖 最佳原创设计奖各一名 多谢大家的喜欢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幸运 看完了荡气回肠的汉服比赛 感受了五千年的华夏衣裳之美 下面就让我们赏花灯逛花园吧 那么漫步在夜晚的黄大仙祠中的古香古色的长廊上呢 也感受到了灯饰的这种喜庆的氛围 也可以看到现场有不少的游人员穿着汉服 前来赏花灯 这边的灯饰会很漂亮 其他地方的话没有颜色这么鲜艳 然后风格这么多 今天这里就很好看 然后我就盛装出来 有那种深如其境 就好像真的穿越了 我是穿越了 不知道大家穿越了没有 因为疫情都过了三年 趁这个元宵佳节 街节感受一下这个花灯会的气氛 深远希望人人都身体健康 开心快乐 布展方尊开口笑 如何消得此凉消 在此凉成美景之际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幸福安康 幸福安康